强弄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在中国几乎没人知道共产党和中国有区别 而且很奇怪,共产党深入各个组织,然后说全国有多少党员 这就让人匪夷所思,假设中国有个公司叫恒大 然后要求所有在广东踢球的人都必须成为恒大足校的队员 只能分一班,二班,三班 结果有一天,一个非广东的人去广东,居然听说入队入校 这个现象是不是很神奇?为什么我踢球就必须找恒大呢? 听得懂得自然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 恒大就像是潜伏在每个墙内企业的党支部 他们无处不在,可是却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存在 他们更不知道共产党的恶劣事迹,所以台湾人才不想被侵略 结果很多人居然都以为是台湾人想忘掉祖宗 要解决上面我说的这个问题,参考台湾经验 你得先结束党国不分的政府,然后再花一百年左右的时间 等习惯党国不分的老人死光 或许,这个问题不如改成 怎样让中国人更好地认清中国的现实 因为很多时候真的不需要去说教,事实已经足够有力 但偏偏共产党就是要掩盖事实 举个例子,有多少中国人知道,一个地级市的一把手领导是市委书记而不是市长 就算知道,又有多少人知道,北京市委书记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书记 有在校大学生知道教育部直属高校的书记是中组部任命的 又有多少人知道中组部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 有多少人知道政法委代表中共对公检法系统统一管理 如果大部分中国人清楚地知道这些事实,却依旧支持中共 那么至少说明他们是从理性层面在支持 这也比现在的状况要好多了 而我认为这些事实层面的东西实际上已经足够让很大一批人醒悟过来了 比如你问墙内的朋友,你家抹布要是急脏烂了,会扔掉换一块吗? 一般都会回答要重新换一块干净的抹布 那么你接着问,一个政治团体不能高效造福国家 人民时是不是就该像破布一样扔掉它 一般他们会说,不能把政治团体比作抹布 那么你接着问,为啥中国不能多个党轮换执政 问到这里,墙内的人一般都会卡壳,无言以对 或者说共产党最好 那么你直接拿贪污腐败问题打他脸就行了 再比如,你问,为什么中共官方的表述都是党和人民 要把党放在第一位,但是宣传中又说自己是人民做主的国家 花的钱叫人民币,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军队叫做人民子弟兵 公安系统叫做人民公安,人民警察,一切的命名都用人民二子官之 同时,中国有句古话说,军为清,江山赐之,民为众 可是为什么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呢? 为什么年轻人都挤破头去考公务员,努力摆脱人民这个身份呢? 实际上,辛亥革命百余年后,墙内仍然有许多大清移民,守着大清律力 圆明元这种拿着民之民膏建成的公皇家享乐的四乐园 被拆还要义愤填膺,朝廷国家傻傻分不清 有时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中国人民与中共到底是什么关系 是双向选择吗? 当初共产主义刚进入中国还只是个萌芽状态时 中国人民就接受了他们,并且支持他们赶走了国民党 故此,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共产主义就等同于中国人民 他们真的是一家人,心甘情愿做共产主义的铜墙铁壁的人 百年中共,红色谎言的意识形态渗透的厉害 强国人已经很难将自己与中共分开 这是很悲哀的现实 而第一个真正把中共与中国人民区分开 并要求不能划等号的 居然是蓬佩奥的中国问题智囊团于茂春先生 然而现实情况是 面对墙内的普通民众 那些流淌在骨穴里的粉红和战狼的红色意识 我们很难让他们做出改变 因为华人文化多崇尚领导人魅力 普遍都有木墙的心理 不然财富怎么都集中在有权势的人手上 更准确地讲 其实有人的地方都有类似的认知问题 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单独思考以及单独行动 而关于党国区分不开的问题 为什么区分不开 两点原因 一共产党隐瞒了他干的坏事 二人民自己干的事 共产党说成是他干的 比如美国早期铁路 谁修的 中国劳工 你能说是共产党修的吗 这里面主要是中国人吃苦耐劳 无论什么人兼工 铁路都会又好又快地修成 导致百姓认为共产党贪污腐败也不重要 因为铁路修成了 共产党说是在他领导下修成的 中共建政后 所有的事他都这么对待 你会发现好像真是那么一回事 共产党说他领导了什么 然后什么事就干成了 这就导致两个问题 只提公计 不提恶计 普通百姓没有思考 是分不出区别的 一听一看 共产党建设了中国 功绩很大 但是共产党也隐瞒了历史 没有恶技 就像袁腾飞在早年的历史课上说 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 功德一见 但是他也亲手毁掉了自己建立的国家 功果相抵 你不能说他毁了这个国家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国家是他建立的 就好比说 即便你生了个孩子 但是你也不能随意掐死这个孩子 是一个道理 共产党就是一层皮 一个邪灵 他给中国人穿上了皮 一脱掉这层皮 中国还是中国 你要明白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 共和党等西式政党 虽然都有个政党的名字 但本质上不是一种类型 用中共自己的话说 一个是西式政党 一个是新型政党 变清这个 才能走出为啥党国不分这个伪命题 两者逻辑方式根本不同 在西方 是先有国 再有党 而在中国 你要明白 是先有党 再有国 这个党 是这个国的坚强领导核心 这是东西方叙事 乃至很多大陆和台湾人叙事视角的根本不同 但是其实概括起来很简单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 是不是真的就不能成立一个自强自立的中国 根据中共自己的答案 不能 而为了论证这个 又要论证为啥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 进而又包括论证唯物史观为啥是正确的 为什么我们要反对封建文化 这也是当代中国1949年后禁止成经 历史小说禁止写21年后的滥伤 由于自身的基因 共产党给新中国指明的一条路 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道路 这是建国初毛刘周所公认的 日本诗元王尔临死前的遗书 《新日本的进路》里面就这样写 而毛的新民主主义也不是苏联式的专制主义 而是具有东亚风格的优秀思想 至于后来为何那么迫切开展三大改造 以及八大的论识大方针 则是后来的事情了 因此党不可亡 党亡则国亡 到这里你应该能明白为何中国共产党的叙事视角中党国不分了 再后来中国共产党成为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这使得列宁的先锋队理论真正意义上的趋于消亡 但是也使中国完成了一次通三统 不仅使得20世纪末 21世纪初的中国 完成对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还顺利向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方向过渡 直到现在 文明的冲突成为了意识形态之争 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本身 就是中共安身立命的根本 意识形态绷不住了 那么中共也必然消亡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订阅本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